大家好,我是桑浩,讲一个新闻,就是关于南京大屠杀,令到一个小一学生受惊惊,惊惊,家长投诉 播放这个南京大屠杀片段,令到小学一年班的学生惊惊,这件事就是香港这个礼拜日沈曉陈尚的新闻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第84周年,教育局上个月致行全港中小学校长,建议学校举行南京大屠杀,悼念活动和广座,包括播放一段5分钟的片段 当中包括日军储缺百姓,英诱而私横遍野的画面,圆圆小学,这个全名叫屯门的保良局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小学 圆圆小学,圆圆小学和保良局回复的话,曾经在12月9日的德育課堂中,进行悼念南京大屠杀的活动 并应用了教育局提供的教材,令学生了解国家历史事件 校方就说,德式有部分学生感到不安,会疏到学生情绪,日后更会配家留意 按照不同级别的情况,适次调整教材,令学生了解历史事件的同时,也会顾及学生的情绪感受 Facebook的专页,初心记者昨天指,有家长透露了圆圆小学,在上周四一年级的德育課中,向学生播放南京大屠杀屠杀的片段 之后,不少学生恐慌豪空,引起家长不满,校方昨天向家长发通告回应,形容我们也痛心,有孩子感到不安 将会在两天后的工制日,增设,特别班主任节,疏到学生情绪 又声称会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适次的情绪支援,又左交,社工,左交,社工 给人工,给人工,创造就业,当然要成绪支援,继续玩,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什么意思呢? 做错的事又是不安,我们于是保获要增赐入特别班主任节 不得了,不特别班主任节 教育后回复立场新闻的查详时又表示 向全国学生提供教材的时候,并没有硬性规定所有学校 无差别地向所有班级学生播放有关真实内容 给你,不是要你播 给你又不是要你播,那给你做什么呢? 指出说,无论如何,战争本身是残酷的 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学会珍惜和平 尊重生命,欢恕别人,爱护国家 不止所谓,就是这个国家多么离谱 杀那么多的人,OK? 稍后我会讲一些情节给大家听,是不是? 唉,就是,可以这样说,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不得了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保良局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小学没有回复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Facebook的专页 就是这个株心记者,Read,Write and Seek 昨天发文表示,圆圆小学有家长透露 德育科老师9日,即12月9日上周四 在课堂里播放一段长约5分钟的南京大屠杀的短片 当中涉及战争的真实片段 包括日军主角百姓,应有于屍体遍地 即时令部发学生恐慌豪哭,又引起校方的家长群组批评 也有家长直接向校投诉 老师知识学生情绪波动,只要他们边看边说 不用怕,不用怕,看着他们杀人百人 不用怕,不用怕 解释战争,杀了很多中国人 有些少挑起民族仇恨 質疑老师漠视而同,对残忍战争场面引起恐慌情绪 为什么不调整,简释入他们年龄的内容呢? 由此本身德育课堂,即是讲怎样治理,执书包 没想过一下子讲这些内容 小朋友有点难以明白,也很害怕 文章有引述消息说 有其他年级学生观看这个片段,情绪激动 而这个老师的做法同样是继续播放 继续讲德州电锅杀人 德州电锅杀人狂 可以搞这个,有很多电影可以看的 如果想看电影,真的有很多 看这个闪灵,闪灵很恐怖 你可以看其他电影,例如《黄孔老饼》 可以看新一些的,所谓那些恐怖片 都可以播来看的嘛 德庸说给大家知道,杀人是不对的 德州电锅杀人狂是不对的 你可以播这些片段的,没问题的 美国人杀了很多人,你可以这样宣传,没问题的 民族情绪,仇恨美国的 你可以这样培养的嘛,下一次播德州电锅杀人狂 你有本事你就播了,就是不简单 那为什么不调整 解释入他们的内容,当然是不调整 所以你不用怕,就是不简单 老师说不用怕 学生就自然不用怕,吹到你瞥一醒 然后呢,老师的做法同样是继续播放 而不是停播,作出任何安撫学生的情绪 也就是说不单是因为老师要处理这件事 这件事是什么呢? 老师只是执行校长命令的人,党的命令的人 校长就是受教育局的命令,受国安局的命令 受中共的命令,一条线下来 老师,不,要为你们看一些血腥镜头 YES,这个是上面交托来的任务 我打一份工,打一份工就要做好这份工 你们要听,这个是老师嘛,是不是 或者他很简单,不要说得这么白了 他很简单,傻奸奸的嘛,不是要播 大家不要害怕,明明只是害怕的东西 播给你们看,今天形成一个 对中国人的自豪,日本人的这种排斥 搞一些这样的所谓的民族仇恨 very good,他形成了这件事 重挖挖挖持的 但一个小一学生 六岁,七岁,whatever 这个时间,他根本不懂历史的 你问一下你自己六七岁的时候,会不会懂历史呢? 你的脑筋,儿童心理学发现 六七岁的时候,都没有形成抽象思维能力 你灌输什么给他之后,他都会吐出来的 即长即土 换言之,你希望从很小的地方 将他底色洗干净 而这件事就是可怕的地方 我告诉大家 一种仇恨日本人的情绪 包括我在内 很多的年轻人 读到历史的时候 都会意愤填膺 同仇敌盖 觉得我们中国人 要暂时来一下 要对抗日本人的 我们小时候,某程度上的长辈们都说得很惨的 因为你就算是父辈们的 祖辈们的 都受过这些日本人的 用三年八个月的洗礼 甚至见识过 在中国发生的事 或者香港发生的事 所以对日本人满怀一种 意粉填膺的仇恨 有些人甚至没有 比我年纪大的一批 就是祖辈们 他们都会觉得 不希望有生之年 必定不去日本 就是作为一种 对自己 以前小时候的经历 或者对日本的一种 观念的一种拒绝 OK 当然去到我这一代 是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这一代的日本人根本不是这样想 OK 我可以这样说给大家知道 其实 越来越发觉到 日本人 其实对于这一次的战争 的反省 大部分来说是很徹底的 是绝少数的军国主义分子 是极少数的人 才会这样做 绝大部分的日本人 其实 道歉 负罪 给钱 帮助中国发展 甚至无多地方 提供技术给他 你看从下层之座 你看很多人 其实为这件事 是觉得是抱歉的 你要别人认错多少次 你才去接受呢 别人没有认过错吗 很简单 所以我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再这样 要去怪责现今的日本人 你看到 教育局上个月在中小学校发信 当中提到建议悼念活动播放长约五分钟 共富国难南京大屠杀的影片 由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制作片长五分钟 片段有当时屠杀片段 包括日军强强妇女的幼儿 拖行老人 将平民推入战豪活埋 猖獗火烧南京城 和英幼儿尸体遍地镜头 历时45秒 片段开头有提示 有部分镜头可能引起观众不安 敬请留意 近另一段建议 播放的短片是九分钟的新华网 《历史不会忘记》 当中穿插日军强强妇女的幼儿和尸体遍地 和屠杀幸存者的访问 校方昨天发通过回应事件 指早前在上周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悼念活动 该校在通告强调 是应用教育局应提供的教材 本想让孩子从历史中领悟和平的重要性 真爱和平 校方说得色有学生 上课后感到不安 强调日后会加倍留意 审慎考虑孩子的感受 对教材作出适次调整 既考虑孩子感受的同时 也可以让孩子更接受 民族和国家责任感教育 校方继续说 我们有痛心有孩子感到不安 提到将于周一 即南京大屠杀 死者公祭国家公祭日 带领学生默默爱一分钟 增持特别班主任节 时段疏导学生情绪 教导孩子用不同方法面对困难 让孩子分享感受 珍惜所有 校方也呼吁家长通报 学童情绪状况 将为有需要的学生 提供情绪辅导 家长也可以联络 两位处校的社工跟进 立法会选举教育界候选人 丁建华在Facebook指示 表示 收到多名教师和家长反应 不点名只有学校报报的片段 学生情绪不稳 特别是小一至小三个学生 回家之后刑处于不安 惊恐害怕的情绪 不停哭 晚上还发恶梦 更有学生问母亲 为什么要杀死个孩子 为什么要杀死个孩子 丁建华强调 认识历史是国民责任 但是教育局提供的教材片段中 包括多个日军射杀 活埋、残害中国人画面 极为不安 丁建华要求教育局立即检讨 调整内容包括重新检视暴力 不安片段 上片是否适合中小学播放 处理令人不安的画面 有没有指引给学校等等 重新教育局不能以一句 因应校情 将责任推卸给学校 让前线的老师成为代罪羔羊 但无论如何 丁建华基本上就是他的事 这个全部都是教联会 献世派 亲共派的人 其他候选人包括文斯荣、林叶峰、林泳 和这个 朱国强 大家看到 梁美芬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的候选人 梁美芬要去信教育局 提到昨晚收到多名教育局 教育局人士反映 他就说 过早让校 孩子接触令人不安恐惧的画面 只会压苗座 掌令学生以后抗拒 有道猫哭老鼠架 给了一大堆 接着 教育局回复立场查询的时候 表示 教师可以在 看完教育局 提供的资料之后 按照学生的年纪 心智发肆和校情 校情 国情 港情 选择适合的教材 和选择合适的段落 由此学校和教师如有疑问 通告上已提供教育局的联络方法 方便学校查询 针对港台的片段 教育局强调有关纪录片 早已在本港免费电视台播出 并上载互联网页 属于公开资讯 任何人都可以瀏覽 而影片也有提示 以下部分镜头可能会引起不安 敬请留意 教育局逐指 学校同工 就南京大屠杀避火之后 可以决定选取有关纪录片 或其他材料出行授課 教育局重新向全国 学生下工教材的时候 没有硬性规定所有学校 无差别地向所有班级的学校 播放有关真实内容 指出无论如何 战争本身是残酷的 我们必须从历史中 学会珍惜和平 尊重生命 宽恕别人 爱国家 这就是最后的说法 在继续讲到之前 我们讲一些comment 一些说法 第一就是说 播放一些杀人 不如你播放一些强奸 杀人 非礼 统刀 斩头 剝牙 刑球 酷刑的片段 那是不是使得大家 更加珍惜和平 尊重生命 搬雪别人 爱护国家 这些片段 只会形成了恐惧 与于仇恨 对一个小一至小三个学生 来说的心灵 应付不利 他只是很直觉觉得 蜜伤其累 即是 与悲哭者同悲哭 他会觉得 这些小孩子 或者这些老年人 在那个期间被杀害 很残忍 他会觉得很可怕 OK 这件事不会使得他 什么叫和平 什么叫生命 什么叫宽恕别人 这件事只是小时候形成仇恨 OK 什么叫和平 什么叫生命 什么尊重别人 很多时候 都要透过 其他的公民教育 甚至宗教教育 去处理 如果你认为 播放这些影片 可以做到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从来被小学的时候 小学一年班至三年班的时候 看这些影片 OK 那你说我是不是不珍惜和平 不尊重生命 不宽恕别人 不爱国家 不爱哪个国家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真正的目的 是从娃娃抓持 去做洗脑教育 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 他要做的就是一个 爱国爱党的洗脑教育 觉得日本人是坏 中国是好 要正邪两分 用这种情况来看一件事 家长 如果是黄丝的 在家里面 会怎样和他说呢 很简单 不要说黄丝 和黄南没有分别 是一个尊重历史事实的家长 会怎样和大家说呢 南京大屠杀 杀几万人 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杀的人数 软超次数 是以千倍计 正是 这个大跃进 梁继成说三千多万人 很多统计是四千至六千万人 我再当三千多万人 OK 另外加上文革 加上其他东西 加上所谓土改 最近有一本书是谭重写的 谭重一本书 我以后有机会带试给大家听 就是讲到土改 即第一场在共产党 他的事庆祝难输 解放之前 有所谓的 斗AB团 互相仇杀 延安整风 接着之后 大规模的四七年的时候土改 接着去到四九年建政之后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 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 即土改镇反 这个时候杀了多少人 只是这一场运动 这一场土改的运动 是以千万的人头落地 没有一千万 都几百万 是millions的人死亡 如果只是说南京抬头杀 你杀三万人好了 你这个所谓的 土改杀的人 是以百万的人 即是说 如果以整个侵华战争 日本侵华的战争 八年抗战来说 所杀的人 大概三百万左右 都未够三百二百多万 只是土改来说 有人统计就是三百一十一万 是超过 用数人头来说 是超过日本侵华战争的数目的 当时毛泽东下令 每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的quota 有一个完成的指标 譬如这个城市 要杀千分之几的人 当时毛泽东还扬扬自得 每个地方杀千分之一点几的人 算是什么 不要怕杀人 为什么杀人法 在那本书里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 他将 譬如说 将一个男人 着手和脚 绑在木桩上 然后用你的羊具 将它 扎在大麻绳 吊在树上 将整身的力量 还要在你两个手脚 躺平 你那个羊具在上面 下面绑到大石 就是要增加地心吸力 增加压力 使到你的羊具 取之而截断 将所有的血 先谷在那个地方 之后截断 很多人因为这样死 也有这样的人 是因为一世做了太监 一世就丧失生用能力 那这些全部是什么 是说你是地主就是地主 说你是富农就是富农 地库反卖又 当时地库两个地方 激烈地斗争 那同村的人看你不信 这个地主 老屈都可以 说你真是地主 那为什么 因为地主要被人杀呢 所以就说这个时候 斗死 杀了多少人 还要 这帮人的子子孙孙 都要忠于共产党 都要全面洗脑 所以说给你知道 共产党的毒害 是多么严重 如果八年抗战 顶多是一个 比较 强的文明 征服一个 比较低的文明 但他用杀人的方式去做 当然是不对 当然是残人 但无论如何 日本的侵妖是八年抗战 顶多你讲到十四年 顶多你比较二十年来 好吗 共产党呢 一百年的共产党 他所杀的人不多吗 太平天国 OK 洪秀全 一千万人头落地 不止是一亿的人头落地 那你想想 你说一亿太多了 有些比较统计的数字 大概三千万 洪秀全 太平天国 杀三千万人 共产党饿死 被逼自杀 还有真是枪杀 将刀杀的人 全部加起来 我想有六千万都有 甚至没有更多 那么在这么多人里面 这个只是个数字 而每个人的生命 是重要 而去到最后 你说这件事 重要的是 不在战争时期 所杀的人 我问你了 是否要播给小朋友看呢 播一些文革的 是不是 的片段给大家看 很简单 那你说 太远了 播这些东西给大家看 那你就是说 竅动对国家的仇恨 不是 这个国家不值得去爱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珍惜和平 尊重生命 宽恕别人 也不是这样 在这么小的年纪之下 灌输这些东西给他看 你可以使他极度祖熟 可以 你不是压了错 在张识的极度祖熟 但 我不会认为 这件事 会带来什么后果 好了 你说不播这些东西 播什么给他看 播八九六四 可不可以播一下 找找谢志峰 访问一下 找他当时看到 天安门场的片段 和看看所有坦克车 如何杀人的画面 这些历历在目 YouTube上全部有 是不是老师要播给学生看呢 是如何珍惜和平 尊重生命呢 如果邪恶 他也不肯懒悔 不肯道歉 如何宽恕别人呢 所以我们要教会 我们要宽恕日本人 是因为 日本人郑重 道歉了N次 然后整班中国人 不认 谁放弃杀償的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华民国 放弃杀償 你放弃杀償 就放弃了 那你说 你自己民间 因为这样要杀償 我告诉大家 你这个政府都放弃你了 你宽恕了敌别人 你把这些神文片做什么 首鼠两端 前后矛盾 精神分裂 好了 毛泽东是宽恕日本人的 OK 自己看清楚以前的历史 还有 宽恕别人 日本人有道歉 我们宽恕他 我桑普都宽恕他 OK 这一代的情况 他已经 不再有上一代的凶残 上一代的凶残 当然 他没有道歉的 我不会宽恕 这是他的罪恶 但是这个日本人的凶残 其实他绝对做了很多事情 七八十年代 帮了中国多大的发展 今时今日 帮台湾多大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 日本是值得尊重的一个 好的国家 而 看得到 如果香港人 可以因为日本人的道歉 宽恕日本人的话 绝对会因为 中国政府 中国人 不道歉 继续扭曲历史 残害 残害所有的生灵 而不宽恕的人 我不止财令 什么都说什么 上帝宽恕一大堆东西 藏着上帝的名字 来做一些 帮共产党的说话 这些说绝对不要不得 宽恕别人的前提 是真理 真相 和善恶得以彰显 就是换言之 要公义 有屠杀过人的人 不可以说一句宽恕就算 他接受懲罚 要转型正义 所有 那些所谓的 专制独裁的图腾 要有思想 观念秩序 都要 消灵 和铲除 这些是基本的原则 如果共产党做不到 何来宽恕呢 日本人做到 我们宽恕别人 Yes 但我们不是宽恕共产党 爱护国家更加好笑 当时国家叫什么 叫中华民国 1937 38年的时候 国家叫中华民国 OK 那你想一想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爱的应该是中华民国 台湾 那当然 中华民国 其实已经忘了 这是台湾 一个不同的政治的实体 不同的国家 所以很简单 去到爱护国家 这一点 是爱护哪个国家呢 当时你共产党做些什么 七分准备 OK 二分发展 一分抗日 去到最后 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你根本是助长日本人 然后是纵甕缩 拆国民党军队的铁路 不知所谓 国军的铁路 那你可以不知所谓 所以这么说 哪个是爱护国家 你要这个小孩 在小一至小三 捧那么多的东西 怕不得了 为什么这些片段 不播给中一至中三人看 因为你播给中一至中三人看 他们明白 他们有抽象思考的能力 开始有了 他们会开始质疑 好像我这样提供这个质疑的方法 之后就更加不会爱护这个国家 于是乎 共产党觉得洗不到的话用脑 于是放弃了那一代 现在就从小学抓持 由小学生就开始 全面播这些东西去洗大家的脑 很简单 你说不要播这些了 不要播六四了 不要播这些了 播香港了 你不是播 2019年6月开始 那些警察 那些中国的国安 公安 怎么落到来香港 对抗黑暴咯 你说什么叫珍惜生命 尊重生命 看看那些飞容 拍到窗口那里 在窗户扔人落街的画面 看看陈彦霖的浮屍 看看周智乐怎么死 看看人们怎么样 在火车轨道走到哪里 看看721 白衣人 官商乡黑 怎么打人 看看831 怎么乱棍不断掃 然后还有人失踪的疑魂 831 看看中大保卫战 看看李大保卫战 看看李大保卫战 2号桥事件 看看警察怎么样 凶残 各位 什么叫珍惜和平 尊重生命 宽恢别人 爱护国家 呸 这个答法是很简单 所以我就说了 你有本事就播了 播时代革命 播少年 播日常 播執屋 是不是 还有很多 不割席 播 播 你的本事就播 这么喜欢播这些血腥镜头 小孩子 由之中习惯了这些血腥 除了什么 替人替头者 人亦替己头 你这样批你 小学生的学识 一下子怎么样 到时候八卦这些狗观 什么叫狗观 那你自己想 OK 你要什么人 要推这个过程 怎样批你的时候 看一下 那时候日本人多衰 怎样批中国人 那时候 香港人就觉得 你这些中国人多衰 我们香港人怎样对抗你们 还有那些 是香港人的 中国走狗门 那这件事 我不是煽动大家做这件事 千万不要这么误会 我只告诉你 这个是必然 OK 这个必然的情况 你要人家学习这件事 人家乞完一层之后 故意抛傻 看着你扔PK 看着你理什么超 一定 好好地抛制你 OK 但问题就是说 他现在没有枪 他现在小时候 等吧 We can wait We can wait 所以就和了 不要死 好好活 准备好 等运动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那你说 这件事是否要以暴止暴呢 不是的 都说了 上帝会给你一切的惩罚 今天你要做的所有的事 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你要说 你看这些片 情绪激动 那会怎么办呢 那你发觉到 很多的做法 教育局的做法 根本上是垃圾 最后就是 提供片段 不是等于你要播的 各位一个应该要的教育 就是什么呢 是给校本去自主 每个学校自主的 你只顶顶课程 最多给你公开考试 OK 不会去这样监督 用课纲 即是 台湾叫课纲 课纲 课程大纲 接着去公开考试 但不会 在学校的片段 就是说 我配一些东西给你报 这些是荒谬 两点要注意 第一点就是说 他说呢 教育局说 你不是必须要报的 给你做参考 报不过你的事 你按照你的校情去决定的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教育局这样做 如果播了这些片段 会不会 对于这个 对学校的平衡 是加分呢 或者是满足了某种要求呢 就是共产党或者教育局 对于这个学校的要求 如果是能够满足到的话 就是说他根本上 take the box 他做功课 换言之你给压力 给个学校做这件事 就是做 播这个片 有好处 不播这个片 就没有好处 甚至 有坏处 就是要是没有好处 要是有坏处 怎样都好 是全是荒谬的 有没有记者去追踪这个问题呢 第二件事就是说 你要那些学生 本身是有情绪的问题的时候 要通报给学校听 会不会习了名 black list了这些学生呢 甚至没有呢 要再深入研究这些学生 是真怕还是假怕呢 会不会用这个方式来 来钳制 学生和家长 甚至将这些名称 送给国安呢 第三件事更加重要的就是 在整件的逻辑里面 每个老师 有没有自缺的权利 去抵抗这个学校的要求 播放呢 还是这个老师 他自己觉得很应该播放 是不是有些老师 不觉得要播放 那会不会有差别的待遇呢 第四 如果要提出了解 对于和平 或者珍惜生命的重要性 可不可以播六四大屠杀 香港大屠杀 还有其他的一些土改 震犯 三犯 误犯 反右 文革 大饥荒的影片 给大家看呢 有什么选择呢 如果这件事是这样的说法的话 如果你得欲货的话 那你很简单 你的得 必须要爱党爱国 是爱哪个党 爱哪个国呢 小学生明不明白呢 会不会懂得这些历史的知识呢 有没有这样的根强 或者这样的能力 在六岁至八岁的期间 知道这些事情 是不是 所以这些很多的分析 你会想一想 究竟整件事是什么情况 目的当然不是得欲 目的是从话话抓持去洗脑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看到教育局说 战争本残酷 没有硬性规定播放 当没有硬性规定播放 明白 但是不播放是不是有后果呢 刚刚就告诉大家 是有坏的后果还是没有好的后果呢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在很多的环节都跟大家说过了 这样搞法呢 会使到这个 很多的问题呢 就是继续这样 就是这个沉浅 如果看过我这个节目的话 你也知道了 就是教育局 也都在11月22日上可月 就向全港校长发通行 为学校提供历史专题简报 建议在学校在12月13日呢 南京大屠杀死者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合办呢 40分钟的悼念活动 包括奏唱国歌 默哀播放新华网 历史不会忘记的片段 学生分享等等 今天呢 就是12月13日 我做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就不知道全港校会不会做这些东西 我肯定是今天的新闻 那如果你说是 南京大屠杀死者国家公祭日 合共要播放40分钟的悼念活动 那你还不是洗脑 你记住啊 你的通告是全港的所有学校 都要这样做 那你看到 这个通告呢 就要大家所谓 铭记历史 如果要铭记历史 铭记就是歌帕的历史 而不铭记全面的历史呢 中共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角色呢 中共这么久百年以来的屠杀的历史呢 中共的邪恶的纲领 要消灭资本主义 去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血洗全人类的历史 有知不知道呢 所以就说了 教育局的事例呢 就给了一个参考 就是日本侵略者犯的雷雷罪行 铁正如山不容散改 那你用这样的说法 很简单 如果这样的话 共产党是不是更加很多雷雷罪行 不容散改呢 只不过我也知道 现在很多的学校 今天会见真章 会有些什么的活动 会真的呈现给大家的眼前 是不是 就是可以这样说 去到今时今日 你说要去全面认识南京大屠杀 目的就是形成到日本的仇恨 对中国这个空的概念 什么叫中国 定义不清楚什么叫中国 中国这个概念的热爱 就是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我想一个小蚊仔看的就是 一个人被你一个人杀害 而不是认为这样 就是日本人说中国人好 一个人被你一个人杀害 在这个行为本身是邪恶 是有问题的 杀人的人要受到惩罚 不是说日本人坏 中国人好 因为这样你搞动这件事 你不搞动这件事 是培养不了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的 那你用一种希特拉式的 就是种族主义式的 黑头发黄皮肤 就是说大家是中国人这些荒谬 如果这么说 全世界都是英国人 美国人都是英国人 荒谬 是吧 德国人都是英国人 是吧 不知所谓 就是如果继续这样说下去的话 你用种族主义来看一件事 是不知所谓的 好了 你说国民生命 所以这是一个空的概念 什么国 你这个国家 你可不去选举你的领袖 你可不去决定大政方针 你可不去参与 有没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有没有真正的真善美的价值 如果没有的话 麻烦滚蛋 这么简单 没有的话 就由于生活在大监狱 小监狱之中 没有意义可言 所以我希望再次重申一句 我们要认识南京大屠杀 更加要认识中共历朝历代历年的大屠杀 因为他们的大屠杀 无论在人数的量 手段的凶狠都很大 日本人都说去打外国人 中国人 就自己诛杀自己中国人 为什么不说呢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一定要将这件事予以正视 不可以让他们放松 我们下一次再讲其他新闻